你不講我還不生氣 你越講我就變生氣了 你預算都已經編了 加起來340億 那請問維尼要在哪裡? 所以重點不是你編預算 重點是維尼要到手 還有一點 也不要每天去做根圖 轉移視聽 中央政府對付新冠肺炎 如果能夠像對付坑澤這麼用心的話 今天就局面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從今天早上看 以萬華地區最嚴重的狀態下 達到10萬人每400人感染以來 以目前的管制方式還是有效 所以只要在這個基礎之上 目前台北市會封城的機會很低 那對其他縣市來講 只要大家知道 不要讓他衝過那個10萬人 400人感染這條線 應該是封城的機會是不大 不過先決條件是 大家還是要合作 要聽話 這樣才有辦法避免這個說 疫情爆發 搞到最後要封城 所以目前是沒有封城的危險 但是是大家要繼續合作 市長上午有提到 有科技界的友人打電話給您強調 停工對全世界的影響太大 請問疫情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可能就沒有辦法考慮到經濟的因素 必須要封城 這這樣 停課容易 停班就開始難了 到停工 這時候現在非常嚴重 如果到停工的話 這個就真的會影響整個台灣的經濟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戰略思維上是不要走到那一步 大概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是有停課 連停班都還沒有 我們現在只是居家辦公 所以結論是這樣 不要讓疫情失控到那個程度 說要停工 這一停工下去 經濟一定崩潰 就像我們在去年在世界各國看到 所以去年台灣的GDP還是正成長 這相當了不起 那很多國家就是因為封城 你知道 整個經濟就崩潰 那我們應該讓 我們應該還是要訴諸國民的合作 你知道嗎 不要讓自己走到那個地步 接下來有媒體問到有關感染篩檢的問題 首先市長之前曾經說過 5月28前後 疫情會再創高峰 之後會慢慢趨緩 其實和目前的數字看起來非常吻合 市長怎麼看 就還是一樣 一般感染到發病一個禮拜 發病到 真的真的很明顯 要插管什麼 那個還要一個禮拜 到死亡一起來一個禮拜 所以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 到感染到被篩檢 因為我們後來又PCR篩測 所以感染到發病 發病到篩檢 篩檢再作水 本來就幾乎誤差是快要 已經接近兩個禮拜 所以當時就知道說 這個有效沒效 要看兩個禮拜才可以知道 那現在看起來是拖了這兩個禮拜 那個感染的Case開始在 確診案例開始在下降 就表示說 這個方法是有效 所以 還是那句話 國家的力量在於國民全體 會過關的話 還是要靠 每一個國民願意合作 如果大家都不戴口罩 還是群聚 這個疫情還是沒辦法控制 那我們現在 5月28號以後的這種變化 它反應的是從5月14號開始的一些 一些封城的措施 所以這個大概 大概我們每一個動作 它的效果要兩個禮拜以後才看得到 有 接著有關傳統市場 人潮眾多 可能成為防疫的破口 基隆市實施 依照身份證尾數 單雙號進行自主分流 台北市政府是否會跟進這樣的作法 政治要考慮行政成本 如果我們現在下一道命令說 說用身份證字號 我覺得這樣 逼不得已還是要用 但是我還是相信 如果我們現在下一道命令下去 拜託台北市民 每個禮拜去市場兩次就好 去採買兩次就好 減少外出的機會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先讓它跑一個禮拜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 當然我們會有新的方式來 來管理 事實上 管理還要考慮行政成本 下一道命令下去 到底能不能執行 這要考慮 後來我發現 只要命令清楚 絕大多數老百姓 還是會支持政府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呼籲大家 一個禮拜 出門採購兩次就好了 就這樣 接著有媒體問到 有議員指出 馬街醫院有院內感染的情況發生 目前已經匡列一百多人 請問台北市政府 是否有掌握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所謂的謠言 因為馬街醫院是封兩層 它改成專責病房 所以正在改建整修理 所以它轟起來 都以為是 什麼感染在感病人 搞錯了 這是馬街醫院 要把兩層樓 轉成這個防疫專責病房 所以這個是一個 假新聞 接著有媒體問到 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今天安排疫苗接種 每次的T4人次大概有百人左右 有人批評這樣反而可能造成群聚 這個我們還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最多人打疫苗 所以因為數量多 你知道 但是重點是要他排隊的時候 有間隔距離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因為要打疫苗的人多 我們還是希望說 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大多數人都給打完疫苗 所以這個 這個是好事不是壞事 只是重點就是說 排隊的時候 要維持那個距離 這樣就好了 接著有媒體問到 聯合醫院的人愛院區 昨天喊出人員告急的消息 醫療量能緊繃 該如何解決 這個就是事實上反映的是 一開始 因為事實上像榮總昨天就開140張床 三種也是 所以事實上 一開始這些原來不是這種 我們要求十分之一的病床 改成防疫專責病房 但是 轉換需要時間 準備需要時間 所以在他們還沒進入戰場之前 就原來的部隊要撐住 所以我的確 在差不多兩個禮拜前到一個禮拜前 很多醫院都承受到很大的壓力 當然人愛醫院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在 在三種種種 陸陸續續加入這個戰場以後 我們會要求救護車這幾天就 不要送病人去 讓他慢慢的把這些病人消化掉 處理掉 所以這是 一個禮拜前的狀況 的確是這樣相當緊急 所以事實上在一個禮拜之前 整個台北市的 醫療是相當危險的 不過在經過這個禮拜大家 習心協力 所以我昨天就非常感謝說 我們這些大醫院 不管三種種種種台大 每個人都說話算數 大家都押軍令狀 到幾月幾號 病房要改建完畢 所以這個要謝謝大家 但是我們要謝謝一開始 死守陣地撐住的人 而且謝謝他們能夠 援軍能夠即時建立 感謝大家 接著是有關疫苗的提問 有媒體問到 市長昨天說 消防車在急診外等待的狀況 已經降低 但有消防員反應接連被醫院拒收 另外有民間業者提出 是否考慮徵用民間的救護車統一調度 這個救護車被擋在急診處 這是三天前的事 三天前的確是這樣 在一個禮拜前 有一天十幾次你知道 救護車已經跑了 都已經超過30分鐘 沒有辦法進入醫院 這的確是這樣 不過到昨天跟前天 這個現象已經沒有 所以這個問題是解決掉的 至於說要不要真用民間救護車 所以我們還是授權那個消防局看看 如果有需要 當然就用 如果我們可以解決掉 可以解決的話 就用目前的系統去把它解決掉就可以 另外有媒體問到 目前台北市疫苗施打的狀況為何 有基層警察抱怨需要排隊打疫苗 但里長卻以專案搶先施打 是否屬實 我想昨天到今天 應該是到5月28號已經打完的 是以萬零457劑 現在這個時候還正在施打 因為市長 我們希望能夠在禮拜一之前 能夠把之前配過來的 兩萬兩千劑打完 但有一半的部分是在醫療院所 所以醫療院所可能 他在下個禮拜還會繼續打 那基層員警跟里長 都是我們早就已經造冊報進去的 但是因為我們要趕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盡快的施打 所以才會有 大家可能必須要在施打的地方做排隊 但是並不是有什麼人 是專案優先 另外有媒體問到 昨天證院回籍表示 過去紓困預算 已編列115億購買疫苗 這回又再新增了224.5億天購疫苗 是否有所誤解 這個這一題是這樣 你不講我還不生氣 你越講我就更生氣了 你預算都已經編了 加起來340億 你知道 那請問疫苗在哪裡 所以重點不是你編預算 重點是疫苗要到手 還有一點 也不要每天去做梗圖 你知道 轉移視聽 書困要不要做 當然要做 事情都發生了 書困當然要做 但是用錢輕重反擊要有 我從來我認為也要紓困 所以你們不要去轉移這種焦點說 好像我反對紓困 錯了 紓困要做 可是在要紓困的時候 也要去思考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什麼事情要去做 既然疫苗的預算都已經編了340億 那就去執行 趕快做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中央政府對付新冠肺炎 如果能夠像對付坑澤這麼用心的話 今天就局面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另外新增媒體提問 衛福部表示 輝瑞一直沒有繳交資料給食藥署做審查 BNT目前都沒有通過我國的緊急使用授權 但有立委發現3月10號衛福部內部的文件 已經寫明BNT已經通過我國的EUA認證 請問市長怎麼看 疫苗到現在 全世界就是 講得出名字的 BNT AZ Moderna Jongsen Johnson 還有那個俄國那個Supunik 還有中國大陸的疫苗 大概有6支 俄國中國的擴料也還有4支 你知道 這每一個都打了幾億支的 你知道 總共加起來已經有18億劑 你知道 我倒覺得是這樣 實事求是 如果在世界上都已經打了好幾億支 好幾億的狀態下 我覺得 很多理由就 它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所以還是那句話 把人民的生命 當作一個 重要的事情 來思考 你知道 不要那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去 去搪塞 既然這些疫苗 每一個都打了好幾億劑 你知道 所以現在是 到底問題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管你什麼理由 預算也編了 世界上也有疫苗 那就趕快去把它做完好不好 另外在行政媒體提問 指揮中心人堅持使用原廠的疫苗 並由中央統籌 這對疫苗的購置會有幫助嗎 我不曉得原廠疫苗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 算了 還是那句話 老百姓也不是傻瓜 所以是這樣 政府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 想清楚就好 把人民的生命 當作一件事情 來處理 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是有關醫療量人的部分 有媒體問到 病床數跟中央喬不攏 那到底台北市計算病房是怎麼算的 是中央沒有算到轉床的時間嗎 台北市的病床 是因為我們實際跟每個醫院 去檢查他們的 負壓隔離病房 以前的一般隔離病房 還有本來是一般病房 為了這次疫情轉過來 特別再去改裝 變成這個防疫專責病房 所以是台北市衛生局 直接對醫院去記錄 事實上我們也有實際去看 所以我們的數字很清楚 每天大概預計要幾床幾床 所以我們是有清楚 所以從過去差不多半個月當中 從600多一直加到1300 這個是每個醫院去問數字來的 這個事情是這樣 不用再口水戰了 我還是那句話 不要坐在辦公室 吹冷氣 看報表 然後再定決策 還有一點 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 醫療現場怎麼樣 怎麼會不知道呢 太奇怪了